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前兩天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消息 英國政府說 以後英國的小孩從國小開始 他要學兩種語言 第一個叫英文 那當然 第二個叫程式語言 我們這個107年的課綱 要把這個資訊科學放進去 我從事這個工作 從開始做這個兒童跟少年的計畫 到現在大概三年多 所以還蠻有感觸的 大概差不多五年前 比爾蓋茲跟賈伯斯他們拍了個影片 就說寫程式很重要 那差不多三到四年前 歐巴馬先生也拍了個影片 他希望美國可以創造出幾千萬人 可以來寫程式 前不久歐巴馬他簽署了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蠻嚇人的 就是美國要投入40億美金 在電腦科學 把電腦科學變成通識教育 以前我們的通識教育 可能是其他東西 但是現在通識教育變成城市要變進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歐巴馬就是說 他希望這個法案下去之後 每一個學生都可以成功 不過我也蠻懷疑的 我們知道美國的教育問題其實很大 好的學校很好 他的學校很差 因為在美國有九成的家長希望 孩子可以學電腦 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幾年裡面 美國境內跟這個 Programming有關係的工作 幾乎每隔幾年就用兩倍在成長 這是很多的 但是在學校裡面 可能只有四分之一的學校在有教 那其實實際的數字應該是比這個比例還這個比較少 然後差不多兩千年左右 這個Google 跟之後的Facebook拆起來之後呢 他們認為一件事情就是說 電腦科學已經成為人的工作的基本技能 假如你不會電腦科學那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就希望做這件事情 所以要花40億美金 我看了也蠻驚訝的 我不曉得我們台灣要花多少錢 但是在美國不是只有政府跟學校在投入 像Apple 像Google Google 像高通 這是Qualcomm 就是全世界第一大的手機晶片公司 以及一些美國國家科學 這些組織 大家都想做這件事情 就是趕快把資訊教育這個東西融入到中小學去 那這個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類似像全民運動 那跟英國的做法其實也相像 英國基本上從國小就要開始 那再加上最近 大家很熟悉的就叫製造教育 叫Maker 就製造教育 就是每年台北在那個5月份的時候 在那個中研文窗那邊 都有一個很大的幾萬人會去看的 就是提倡自己做的這個教育 那這個東西也是從美國開始 差不多2005-2006開始 第一屆的大概Maker Fair在舊金山開始 就變成全世界都是蜂巢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行政院 過去幾個月 開始大力在推這個Maker教育 在很多的國中高中 寄出了非常多的金錢 放了很多3D列印 放進去 那3D列印 背後的控制東西 其實就是城市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像了 我們的政府就會想像 把城市 把Maker這些東西 碰碰包在一起 那希望把它塞到 我們小朋友的腦袋裡面去 這是目前為止我們的想像 那這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美國人現在在做的 比如說我們看右下角一個小女生 這個小女生大概6歲 你看她拿句子那麼大隻 請問一下各位家長 有沒有誰現在敢讓你的小孩 拿這麼大的句子 句道怎麼辦 流血怎麼辦 流血會不會告老師 但是美國為什麼 即使它的社會有這麼多的狀況 它還是一直可以產生新的科技 像Apple 像Google這種新的科技 原因在於說 這個美國在部分的人口裡面的教育 事實上是採取的是一種開放性的 學習的教育 就是以解決問題 以動手做這個教育開始 讓它整個的 在這個學校的孩子的教育上面 變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Bill Gates跟Steve Jobs 兩個人都 賈博士兩個人都是大學沒念完 就出來開公司 然後開全世界第一第二大的公司 其實就是這種教育產生的一個影響 當然並不是說錢賺得多就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例子 這樣子的公司 在某種程度上面 它主導這個世界的脈動 在這方面我們台灣 基本上是落在後面的 那美國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我們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日常生活食衣住行 幾乎現在沒有任何東西 跟程式沒有關係 你會想說 那我們吃的飯沒有關係嗎 吃的飯有關係 現在很多基因的搜尋 重組配對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要靠 非常大的電腦來做的 所以十一住行 包括我們現在穿的衣服 這個穿的衣服 在織布的過程 基本上是電腦控制的 也就是十一住行都有 那我們不會電腦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也很可怕 美國人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美國人 希望主導全世界嘛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連執行軟體程式用的CPU CPU就是中央處理單元 我們電腦裡面有CPU 手機裡面有CPU 搞不好你家冰箱 假如高檔一點 裡面也有CPU耶 這個CPU到處都是喔 然後這個CPU呢 這個是一個古老的 就是你用工具 你用工具在設計工具 在製造工具 用工具在製造工具 或設計工具的一個概念 就好像這邊假如 你做木工的話 你會發現 你做木工的人的話 你通常都要自己會磨刀子 一定要會磨刀子 你不會磨刀子 你不算合格的木工 但是真正好的木工呢 除了磨刀子要磨得好之外呢 他的下一步是他自己要做 他自己襯手用的刀子 所以你必須用你現有的刀具 然後去製造你之後你要用的刀具 所以你看你用 你我們的CPU是用來跑程式的 可是這個CPU卻是用程式所設計出來的 所以真正的整個的環節就是 我們如何去看待這件事情 但是CPU也是這樣做的 在過去幾十年 其實我們的紙筆測驗主導了台灣的教育 也就是我們先學了再學會如何做 比如說我先學了怎麼寫程式 我才去想程式可以做什麼 而不是我先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才去學寫程式 這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紙筆測驗的結果 就是這二十年教改下來 就是變成我們小孩子都只會憑升學 像孩子因為你每一個分數都會計算進去你升大學 你從高一開始你的每個小考都會算點 你去當志工也要算點 那你要從高一開始一直積點啊 所以你要從高二高三開始 那現在從國中開始也要開始積點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我們的孩子腦袋會變什麼樣 各位想去看世代的潮流 實際的潮流 賈博士有沒有念完大學 沒有 比爾蓋森有沒有念完大學 我還不知道他有沒有念 第三個 這個Google的創辦人Larry Page 他念研究所沒念畢業 然後比如說像以前那個 雅虎的創辦人像楊志遠 他有念研究所但也沒念畢業 祖伯格你看 這大學沒念畢業就創業了 那所以呢 我們假如只在拼升學 拼誰念台大誰念成大 那這個時候這個其實是有問題的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要競爭是跟全世界競爭 不是跟台灣競爭 你引你鄰居沒有用啊 因為你隔壁還有一個更強的在那邊 所以呢 連我們引以為重的IC設計公司 每年都要繳很多錢給外國公司喔 你想想看喔 聯發科看起來很賺錢 最近都在吵 聯發科不可以讓什麼 中資來介入嘛 但是聯發科每年都要繳錢給 這裡面的某些公司 每年台灣並不是不能夠做CPU 但是台灣在做CPU的環節上面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他只好跟別人買我們所謂的制裁 那中間那個自對大那個 就是聯發科每年要交很多很多錢給他 那個是用億美金來算的 每年都交很多錢給他 那這個其實是很可怕的 也就是我們可能自己連自乾CPU 把這個CPU做出來 然後能夠行銷全世界能力都沒有 所以我們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是掌控在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 德國人手上 比如說像可成 可成做手機機殼 它的公寄主機跟誰買的 就是這樣子 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等於是跟國外買了東西之後 然後我們去幫像蘋果這樣的公司做代工 那大家都知道代工的毛利就是 我們稱之為叫毛三道四 毛利只有3%或4% 好 所以我們假如照抄美國人的方法 行得通嗎 但是其實因為我是劉美的 所以我以前也通通在看美國人怎麼做 所以後來被他騙了幾十年之後 我發現你假如老是照美國人那個做法的話 你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假如我們只是教我們小孩子寫程式 只是教我們小孩子寫程式 以後我們台灣就變成軟體代工 本來以前做引體代工 現在做軟體代工 但是軟體代工 是需要用人來堆出來的 所以軟體代工最適合像大陸跟印度這種人口很多的國家來做 台灣假如照了老美的那個設計的路線進去的話 那我們又是做軟體代工 這其實是我們要去深思的 所以我認為改變就是要從教育開始 那要教一些孩子不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要教他程式 但是不能只教他寫程式 你只教他寫程式 他就變呆子 他只會寫程式 就好像現在學生學數學 數學好像看起來很厲害 但其實他會的是算數不是數學 數學本身 假如這邊有念數學 對數學比較熟 數學本身是個哲學 但是我們台灣以為大學教的東西叫數學 其實它叫算數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只會用算數是沒有用的 那你要會數學 你做的東西可以比較長遠一點 所以我做了這個計畫 叫Program Award 叫兒童少年的程式教學計畫 這個計畫原本只是做得好玩的 為什麼會從偏鄉開始 原因是這樣 因為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聊天 說我們來收養個小孩 後來我們覺得這個不是個想法 我們了不起養三個 那我們只能幫助三個小孩 所以我們決定說從偏鄉開始 那偏鄉當然就是有這些問題 像單親隔代家庭教養 這個我們就不用談了 這個問題大家談很多 所以我們從偏鄉開始 那從偏鄉開始的話 意思就是從大家認為 比較難教的小孩開始 那還有個原因是 寫程式不太需要本錢 只要有電腦有網路 你做得好你就可以賺錢 所以我常跟人家講說 你會寫程式有網路 在西伯利亞也可以賺到錢 真的 那這是我們的教學場景 就是剛開始你必須用後面一大堆的 老師跟助教把小孩子壓住 不然他們一言不合就會打起來 所以我們這教學團是15個小孩 後面配9個助教 一旦小孩子有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馬上介入然後去跟他講 你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這樣子大概需要花一兩年的時間 才可以收斂 所以我們的課程就是設計 他要一直進級 那進級的過程 這個頭語名上面有寫 我只講一個故事 我們的進級考試 最簡單的那門課程的進級考試 是考一天 我們的題目都是只有一題 最簡單的那門課程是考一天 然後比較難的課程 前一次去年那個比較難的課程 是考四天 一題寫四天 那個小孩子寫到第三天的時候 就跟上帝禱告 上帝啊 你讓我把那個bug抓出來吧 第四天考完的時候 不管過關跟沒有過關都在哭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努力嗎 因為過了這一關之後 我會給他一個盒子 那個盒子價值四千塊 可以開始玩機器人 所以他拼命啊 但他已經玩出興趣出來了 這個是發表會 那鄉下小孩子都很怕站到台上來 我們就把他拉到 我們就把他拉到都市裡面來 請他吃麥當勞 各位朋友 吃麥當勞對各位已經知道不要吃了 鄉下小孩子吃麥當勞 是把他拿起來放在嘴巴裡面搖一搖 然後再把他拿出來 然後看一看 然後再吃 一個漢堡吃三十分鐘 你得了解 這個小孩子其實 我們看來都還滿心酸的 但是因為每年都可以來陳大吃漢堡 每年都可以上場去表演 這是他不要 他不想做這件事 不過表演完之後接下來有buffet 對 所以他們就拼命 所以這是我們暑假的上課過程 我們的整個暑假都有八十個小孩子 一個暑假六十天 我們有上了三十九天 這是我們的人力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是要耗費很多人力 因為小孩子就是需要陪嘛 就是需要陪 那這是寒假 進一步的 寒假我們就把小孩子 過了那個四天的那個考試的 我們就把他搬到台南來玩 可以請他做很多事情 然後他們說老師那我可以去花園夜市嗎 可以我給你三百塊 你愛怎麼吃都可以 他們就拼命了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寫程式一定要數學好 一定要什麼什麼好對不對 中間這個小朋友他拿到微軟的 cold的遊戲程式設計比賽 那是全國大概六十幾個學生 六十幾個還是進來考 他是考他是第二名 他的成績是1b4c 1b4c 各位假如了解什麼叫1b4c 你就會知道 跟台北的學生比能夠拿第二名 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那這個小孩子 以前警告小過不斷 那現在呢 突然間變成是一個好孩子 這叫三天走突迷宮 這個沒有遙控器 完全靠寫程式 讓這個車子自動可以走出去迷宮 這個孩子是26個英文字母 都認得而已 合起來就不知道了 我跟他說read read的是什麼 嗯 老是不知道 可是他現在為了寫程式 他可以努力去學英文 所以我們未來計畫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我成立一個協會 然後我們會做開放性課程 然後會做社群 讓很多小朋友來網路上寫程式 那我們會放很多範例程式在上面 每個範例程式都是錯的 你要上來改啊 你改了之後 我們就會寄獎品給你 有一天你改的次數夠多的時候 我們就來台北辦一個聚會這樣子 所以我要把那個鄉下小孩子 帶到台北來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小孩子跟我說 欸 教授 我下次做過關的時候 可不可以去101大樓樓上 我說可以啊 所以我希望 利用差不多五年到六年的時間 把帶偏向小孩子 那帶到他們有一天念大學的時候 學費可以自己賺 不要再辦助學貸款 那助學貸款很多錢 所以這是我們未來的計畫 但是我們面對日新月異的新技術 其實這樣是不夠的 就是說有很多很熱門的技術 其實沒幾年就過時了 那譬如說做電腦CPU很難吧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自己做一顆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工具 目的就是讓美術系跟音樂系的學生 都可以做CPU 都可以做手機裡面 或是剛剛那個無人車裡面那個CPU 你會覺得這個很難嗎 不會啊 它就是把它從那個左邊拉過來 把它放上去接一接 你完全不用寫一行程式 一顆CPU就會跑出來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顆CPU 我們這個系統還可以放三顆 30分鐘之後我們就把電路寄給你 然後你就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路板上面 馬上就會動了 所以你可以設計你自己想要的CPU 那你一定會問我說 哇 教授你好厲害喔 這個技術是不是全世界獨一無二才不是呢 這個聯發科自己也會做啊 只是因為他現在還在拿這個東西賺錢 所以他不能夠把這個技術放出來 那我們算了啦 我們做的東西沒有聯發科那麼厲害 但是呢 我們就把它放出來給大家一起來用 所以你看看 假如連做CPU這麼複雜的事情 都變得這麼容易 所以有一天搞不好 就會騙成這種狀況 因為現在一顆CPU加上無線網路 網路在賣一顆晶片只有30塊台幣喔 可能沒多久之後 我們人講話就會自動變成事嘛 那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 所以不久將來 當很多人都會寫成事的時候 假如你的孩子只會寫成事 那他能幹嘛呢 所以我覺得台灣要看的事情是 我們不只是要教會小孩子寫成事 因為會不會寫成事不是太重要 因為當他已經變成是像國音數理化 這種基本課程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寫成事能幹嘛 但是假如我們把城市的教育 跟國音數理化再教 也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來學寫成事 那這樣的城市學下來 是不會有效果的 那我們剛剛也給各位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他為了過關為了走那個迷宮 所以他設法去學英文 那以前只要上英文課 他就翹課 因為他們在教會 教會有個叫補救教學 要上英文課 即使今天教會裡面有雞腿 他也不會去 因為他們都是來教會吃飯的 吃完再回家 所以即使教會有雞腿便當 他都不會去 可是我們利用寫成事這件事情 讓他跳進來 然後開始覺得英文好像有點重要 因為為什麼 因為對他來說短程的目標就是 學會寫成事可以去101大樓 能夠上去101大樓 他就很開心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吸引他 然後他就開始學英文了 最近跟他講說你英文不要翹課 他就說 不過他還是會問我說 老師要教的英文是學校那個英文 還是寫成事的英文 我說當然是學校的英文 可是他就有點為難 不過我威脅他 你不去的話我會給你 我到時候就不帶你去台北 所以他會比較認真 所以我們只教小孩子寫成事 我們還會繼續做代工 而且那個代工利率一樣很低 所以我常講說美國人很快 他一定會弄一個東西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玩 可是在美國境內 那個一流人才不會來搞這件事 好像我們台灣教授要升等 是不是寫論文對不對 論文寫越多那個升得越快 可是美國人真正厲害的學校 像MIT 像Stanford的教授 他們學校哪管他寫不寫論文 學校最重要的東西是 你做出來能不能用 能不能寄轉給廠商 能不能出去開公司 能不能賺到錢 這才是Stanford大學跟MIT 這種真正一流大學在做的事情 但他不會告訴我們 他會偷偷的做 然後會告訴我們 發表論文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來發表論文 那我們就中他記了 美國人現在在做通話的事情 大家都來寫程式 以便以後你們都來幫我代工 當年我們的IC的製造 晶圓製造的技術 也是從美國來的 那美國為什麼要寄轉給你 第一 那晶圓製造還蠻耗水耗能 然後又高污染 第二個就是 反正我不想做了 你就幫我做 然後你就可以幫我代工 所以我常講 美國人基本上他的想法是 全世界的人都要為他所用 所以他一定會造一個東西 讓大家一起來用 但是他會偷偷做一個 東西是未來十年要用的東西 大家就知道我們要做的事情 假如美國人看十年 那我們應該要看二十年 所以我們要教的東西是什麼 第一個 要看到問題 假如你沒有看到問題 那你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像台南 我從台南上來 地震的房子倒下來 我們看到問題 所以第一個你要看到問題 而且最好不要在那個房子倒下來之前 你就看到問題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107年課綱 我們的國家要推廣製造教育 我們國家要推廣城市教育 請我們要看到真正的問題 而不是美國人在做什麼 大陸在做什麼 我們就跟著做什麼 這個會有危險 第二個是我們要去思考問題 也就是不能只看見而不思考 那像我們現在的孩子 常常在修課的時候 他的目標只是為了拿到學位 所以他不會真正去思考那個問題 那考試他也只要考試 因為考試是最容易讓他及格的方法 那像我的課 這個很重 只要各位去打聽一下 每學期要做好多事情 所以我的課只有十幾個人修 快要開不成了 因為我們的孩子希望很快就可以拿到這三學分 很快就可以畢業 很快就可以去聯發科上班 那誰知道聯發科還可以撐多久 誰知道台積電還可以撐多久 沒有任何公司會永久的繁榮 Intel不行 微軟也不行 Google也不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孩子已經習慣被我們交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們要教他如何思考問題 再第三個就是如何解決問題 你要怎麼解決問題 你思考完問題之後 你要產生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就很重要了 那這解決方案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我忘了哪一個哲學家曾經講一句話 我覺得那句話對我很有啟發性 也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他的工作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 是在創造問題的 為什麼他要創造問題 因為他看到未來三十年需要什麼東西 那看到未來三十年需要的東西 這是他要告訴大家的 所以他創造一個問題跟大家講 那第五根據寫程式的守則 就是回到第一點 所以你要隨著時間不斷成長 不斷的成長你才可以不被時代淘汰 否則我們國家在inforce任何的資源 任何大量的人力然後一股腦的 跟著國外的人在做 然後我們還是永遠都會被淘汰 下一代的生存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最後我講的就是 在我心目中我認為 世界就像一部非常大的電腦 那這世界是一個很大很大的CPU 那我的想法是 那我們來替這個CPU 這個很大的電腦寫一些幸福的程式 謝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你 我覺得 詹詞 – 曲詞 – 曲 Hu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